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出真正符合自身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近来菲律宾方面在黄岩岛海域采取一系列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中方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中方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立场 致力于劝和促谈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俄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 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受第三方干扰 中方坚决反对对中国企业实施非法单边制裁 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下一个问题